是违规开展非标业务等六宗罪 成都这家农商行被罚1100万元 12月31日 银保监会官网披露的一则行政处罚信息 公开表显示 因六项违法违规行为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罚1100万元 具体来看 成都农商银行此次违规行为包括 股权变更未经行政许可 为审慎审查 接受不具备入股条件的受让人作为股东 违规开展重大关联交易 并违法实施受信 违规开展非标业务 未提供或及时提供检查资料 阻碍监管机构检查监督 内部控制失效 公开资料显示 成都农商银行是在原成都市农村信用社基础上 改制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于2010年1月15日挂牌开业 2011年完成增资扣股 注册资本达到100亿元 2020年6月完成股权结后调整 回归是属国其属性 目前 成都农商银行设有各层级机构650家 其中总行营业部一家 分行8家 支行179家 分里处462家 在山东 江苏 福建 河北 四川 云南 新疆等地 发起设立了39家中城村镇银行 形成跨区域发展 截至2020年末 全形资产总额5197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2638亿元 各项存款余额3862亿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